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Memocache客户端的一些常用命令 对吧,我们在命令行进行了一些操作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在外部项目中 我们如何使用Memocache来提高我们的这个动态网站的一些性能 好,下面我们开始 在我们的网络开发中 特别是访问量很大的这个外部项目 为了提高我们这个响应速度 以及减少我们的这个数据查询的这个时间 那我们通常会选用一些缓存产品 好,Memocache和Redis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像我之前的一个web项目中 每天的请求量大概是1.5个亿 那所以我这个时候必须要使用这个缓存产品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一课我们就着重来介绍这个Memocache的一些常用的这个方法 好,上一课我们是在命令行操作 这一课我们是在我们的php里面 好,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方法 Memocache这个对象它提供了几个常用方法 一个是add add的话它是添加一个值,对吧 当这个值如果已经存在,它就是添加失败的 然后有一个稍微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key 它本来是add key,然后后面是value,对吧 至少是两个参数嘛 后面还有一些可选的 这个key的长度最大长度是250,不能超过250个字符 我们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第二个常用方法是add server 它是向这个对象添加一个服务器 它并不会连接到服务器 所以有时候在这个Memocache并没有启动的时候 我们使用这个add server 它也会返回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这里面稍微有几个参数要注意一下 就是后面这几个都是可选的 这个persistence是表示它是否是一个常列阶 然后这个add是表示一个权重 对吧 在多个服务器里面哪个权重大 它被选中的概率就高 好,这个timeout默认为1 它表示列结服务器失败的这个秒数 好,这个retard interval 这个是表示服务器列结失败的时候 它的一个重视的这个频率 默认是15秒一次 如果我们设为-1 就是禁止重视 好,我们看其他的方法 有一个close 就是关闭列阶 对吧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connect 就是打开一个列阶 而这个timeout 就是列阶memocache进行失效的时间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 它还没有连上 那我们就认为失效了 是吧 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你看,例如我们的tomemcache delete,对吧 是我们的这个删除方法 删除方法有两个 删除 一个key 就是删除key段的值 对吧 另外一个timeout timeout的话 如果这个值有设置的话 就说明它不会立马删掉 它会在这个时间内删除它 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 递中递减 对吧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递减 它们都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 它是这个key值 第二个参数 它是一个不长的这个值 然后 接着就是有一些flash 这个就是 把这个所保存的这些项目 全部清除掉 对吧 再次有一个 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这个get了 get就不说了 它是或许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些 doin的这个统计的方法 这个extend stats 这个它会或许进行时钟 所有进行的这个运行系统 这个统计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它这个对这一方面提供的方法挺多的 那种我们看get server stats 然后还有个get stats 提供这三个方法 就足够我们获取一些统计信息了 对吧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那个 memcatch 叫做get version 当前的版本 对吧 以及我们的这个 常列阶啊 替换呀 都提供有啊 我们有列阶 我们就有常列阶 常列阶呢 就是pconnect 参数是一样的 跟那个connect是一样的啊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设置参数的 我们一般这个不太常用啊 例如是set server params 这个我们可以用来 在运行时修改服务器的参数 这个不太常用 但是也是非常有效 对吧 假如 我只有连那台服务器的这个选线 但是我上不了那台服务器的 我只能通过我代码去列阶 那这个时候 我只能在运行的时候 调整一些参数 来达到我的最优的一个效果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这些方法组合的一些实例 好吧 来 我们看这个代码 首先 我是new了一个memcache对象 然后列结了我的memcache 然后 set了一个key 对吧 key的名字是内 里面的指示 离 然后第六行 我们是获取这个名字对面的指 对吧 打印出来 第八行删除 是吧 那第十行 我也重新获取 那这个时候肯定获取不到呀 对吧 然后第十三行 我又重新set了一个 指挥零要 然后十四行 我就flash掉 十六行 十几行 我就又获取打印出来 然后第十九行 到第二十七行 我就测试了我的这个increment 跟那个decrement 对吧 然后 第二十九行 就 用来获取我的这个状态了 你看一些统计 然后状态 然后又获取 对吧 然后第十六行关闭 好 来 我执行一下 看 我们从这里开始看 发现这里 大体是说 我们要用一个参数 对吧 这里有报错 我们会一会儿 一会儿再来修改这个方法 我们往前看 看 你看这里啊 首先他打印出来 这里一 然后二一 对吧 二一呢 是我这个地增地解 这里打出来的 那么一 地增一下 变为二 二又地减一下 变为一 对吧 那在上面 两行没有打印出来 就说明 在这里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设置 或许 他就能打印出来 对吧 然后相当于是 这一行 第十一行 因为我已经删除了这个key 所以他get的时候 获取不到 就打印不出来 而第十七行没有打印 是因为我set完之后 我调用了flash 所以再次获取的时候 也获取不到 所以没有打印出来 对吧 好 然后紧接着 我getextend status 就打印出来这个数组 对吧 打印出来我这个host 对你的这些信息 这个跟我的 在命令行操作 那个state 是不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我们看 getsostate 他说至少要有一个参数 来 那我们给他传一个参数 我们传一个host 我们127.0.0.1 好吧 好 我们 再接着把下面这个 讲完 我们看我们的 最后那个getstat 是不是跟上面那个 有点类似 跟他 是不是有点类似 对吧 所以 这两个 应该我们使用一个就够了 来 我们再次执行一下 这一次我们重点看 中间这个getsostate 是吧 你看 他答应出来是3 其实他只要不 这个反过3 这个sostate 对吧 他只要不反过为0 因为他反过为0 就表示失败 其他情况都是非0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视力 来 我们看第二个视力 我们看这个视力 首先 这是一个我们的web项目常用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模型吧 对吧 你看 我们的host 我们的host是本机 短口11211 然后时间是60秒 你看第五行 用一个mamecatch对上 第六行我们连接这个mamecatch 然后第七行 我们就从这个 user表里面找 使掉数据 对吧 然后我的key呢 就是我们这个sircle 语句做一个md5 然后第九行 我们先从这个mamecatch里面 获取 如果获取不到 我再从数据库里面找 对吧 从数据库里面找完之后 我就从这个 我就把它塞到我们的这个mamecatch里面 然后如果找到了 那它就会进入到else 对吧 我们就从里面get get完之后 这个unseries反序列化 它就能获取到一些数据 对吧 好 我们的 我看一下我本机 那我们用一下我们的test库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表 你看有五条数据 对吧 那我们修改一下这个实例 我们从这个表里面 获取数据 第一次我们从这个表里面 获取 要存入缓存 第二次我们 就从这个缓存里面 获取了 对吧 好 好 这里是test 那里是student的 好吧 来 我这里打印一下 get from my circle 对吧 然后呢 这里我就是get from catch 来 我运行一下 看它已经把数据打印出来了 它提示我这里有问题 当时推荐说这个扩展已经被遗弃了 让我们使用更高级的 对吧 你看 让我们使用my circle i 或者是pto 好 我们先不管这一对 我们看 它是get from my circle 对吧 来 我们再次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 突然不报道 这才警告了 对吧 那直接是get from 开始了 就说明我们第一次 我们从 因为我们缓存里面没有 我们就从数据库里面读取 读取完之后 添加到我们的缓存 然后第二次 它就从我们的这个缓存里面获取 而这里 你看 我们add的时候 我们设置了这个30 其实这个30 表示它是一个过期时间 0为永不过期 它30是个秒数 但是我们最大成 最大是不能超过30天的 这个30秒 是因为为什么设30秒 我们有可能设的更长一点 可能设一半 我们会对这个数据要求不是很高的 web站点 我们可能会设300 就是设5分钟 或者是说设180秒 3分钟左右 30秒只是半分钟 对吧 那说明对这个数据要求比较高 因为你每次从这个数据库里面找数据 我这个表有可能有数据更新 对吧 所以时间太长的话 我或许不到最新的数据也不行 好 虽然这只是一个demo 但是在我们的实际项目中也是这么使用的 我们在实际项目中会怎么操作呢 第一 我们把memcatch的操作可以封装起来 对吧 可能再封装一层 然后第二 我们的match特格也是封装一层 然后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在我们的model里面 动用的某个表里面的这个获取的时候 直接就进行了封装 就是我们对外来说 对业务调用层来说 我们可能就直接调用model层的某个方法 但是里面已经封装好了 有的话 就是先从缓存里面获取数据 获取不到 再从DB里面获取 从DB里面获取完之后 立马就塞入缓存 而下一次获取的时候 它先走缓存 再走DB 这种方式 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add server 这是我之前测试的这么一个 但是这个呢 有个问题 看到没有 因为我并没有链接 对啊 我只add server了 然后再set一下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实际含义 我们真正使用的 还是这种 第二个脚本 这种类型 好 这一刻 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 感谢观看